三華市日落區的Irving街大麻店申請 目前來到市府環境衛生部門的聽證會階段 反對人射到場在會上表達意見 國難報導 Barberry Coast大麻店最初在2015年 在Irving街申請開分店 先在市府規劃部門過關 去年又在市參議會中過關 目前需要得到由環境衛生部門批出臨時去科證 今天由獨立的聽證官舉行行政聽證會 最重要的是它守著聯邦健康的Health Code 沒錯 它絕對可以有權推倒這個建議 反對人射在會議中表達意見 他們重申 Irving街有很多小朋友和青少年出入 附近有一學校 擔心開大麻店會影響他們健康 以及擔心大麻店會帶來罪案 Please, you know, stop them from doing it Because the school, like they usually walk the kids out the street They are no longer doing it And as a resident, I go shop all the time But I'm holding back my walk Because who knows what's gonna happen Barberry Coast大麻店 今天都有派法律代表出席 表示計劃在下年開店 將來有計劃打算申請出售娛樂用大麻 又表示門口將會設保安 不會展示任何大麻產品 門面亦會比較低調 I mean, I think overall, they'll see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impactful at all And you know, marijuana is not as bad as walking past a liquor store or some other uses that are around So I just will give it time 師傅公共衛生部門今天都有派代表出席 表示那間大麻店符合部門的衛生條例 沒有犯罪紀錄 分店亦沒有投訴 因此建議批出許可 聽證官今天未作出任何決定 即是表示會審查大麻店 有沒有符合所有健康條例 不過即使批准了臨時許可症 並不代表可以即時開店 還需要消防、市長辦公室殘障 由市服務部等部門審批後 才可以正式開業 反對者說 如果大麻店最終成功開業 他們會在門口採取抵制行動 二十五台記者,國能報導